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大家好 2019广州车展的现场 我现在是在北京奔驰的展台 我身边是北奔最新国产的GLB 这是一个四四方方外形的5加2座的 一共7座的一个SUV车型 现在在这个细分市场上 像这种四四方方比较硬派造型设计的SUV 是比较少见的 我相信这样的线条也会吸引很多男性消费者的关注 首先这个前脸能看到很多细节 是讲究一点硬派的味道 比如这里的镀铬装饰条 以及这里的镀铬的下杠 整个前脸的性格还是很阳刚很男性化的 包括灯也很漂亮 而且雾灯是下面分体式的 这种设计一看就是比较男性化 比较野一点的味道 来继续看车身侧面 这是一个235宽度19英寸的圈 这个圈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要开着它去一些非铺装路面的话 一定要小心保护你的轮胎 奔驰的胎一般都会比较贵一点 前后门把手都看到了 我要是进入的模块 但是我估计这个应该是选装 这台车目前还没有上市 所以配置水平我们不去做特别多的评判 后排以及这里都用上了隐私玻璃 以及上面也有很阳刚很男性化的行李架的设计 这些细节点都是很讨人喜欢的 我们把这个后门关上 继续看一眼车尾 这个车尾这里写的很清楚 GLB200 这是一台1.3T4缸的汽油机版本 变速箱是7速的双离合 然后这边北京奔驰标明了它的国产的身份 同样你在后备箱门关闭的状态下 也能看到这边整个门槛的护板 所有这些细节都在告诉你 我是一个很男性化的车型 然后这边一左一右两个排气都是真的 没问题 来我们再来看一眼后备箱的表现 5加2实际上是一个7座的车型 那在7座的状态下 很显然受限于它的车身尺寸 后备箱不会很大 大概放双肩背包就可以了 打开这个地板 下面是伸缩式的遮物链的一个放置 所以你的遮物链平时不用的话 是可以放在下面隐藏下的 这样设计很贴心 我们把这个后备箱放倒 大家看一眼 抱歉 口误啊 我们把这个第三排座椅放倒 来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五座SUV的后备箱的表现了 这台车它的轴距是2829毫米 大家大致的去感受一下它的尺寸规格 然后能看见这个侧臂是有松紧的绑带的 然后左右两边都有除隔 以及给第三排乘客准备的type c的接口 一左一右一边一个 这个除隔也是给第三排乘客准备的 能看到这边红色的拉手 这个是直接放倒第三排座椅靠背的 然后你要拉起这个第三排的话 先拉一下解锁 再拉背部的把手 这样就OK了 好 我们把这个座椅全部立起来 现在去车内看一眼 车内这个是奔驰的家族设计语言 大家很熟悉 但是这台车还是做了明显的自己个性上的区分的 用的方法就是不一样的材料和单独的装饰件 比如说在副驾的正前方 这块饰板 它是一个渐变的效果 左边是网格状 右边是普通的那种木头的感觉 然后门板内侧 在这个座椅调节的周围 也镶嵌的是木板的装饰 还有这种带纹路格子状的皮 整个内饰给你的感觉 这种细节的烘托 就会有那种很明显的男性化的 粗野的味道 我觉得作为直男来说 我是很喜欢的 包括这个涡扇状的空调出风口 左边一左一右一个 中间还有三个 这个感觉真的是蛮不错 座椅本身 它的这个坐垫长度 是可以单独手动延展的 而且我这台车 在主驾的位置 有四项的腰托 然后这边呢 能看到座椅加热 这台车 配置在奔驰当中不算低了 我不知道有哪些是需要选装的 方向盘是三幅设计 能看到双拇指的操控系统 以及这边最新的 MBOX的 多媒体系统的操作端 这个位置 这个皮的把手 它没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一个单独的手托 很多人一上车会以为是个挡霸 其实不是 这个位置就是给你拖这个手腕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做一些操作 以及书写都是没有问题 然后面前当然是奔驰 引以为要的两个 连体的大屏 这个屏幕里面的内容 就不多介绍了 就是跟目前的主流的奔驰的系统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再往下 这边是空调的操作区域 我们来看一眼储物的空间 因为这台车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下家用的实用性 门板这边 它这个把手没有封底 是一个直来直去的粗把手 不错 符合它的车体的调性 然后这边下面是一个比较大的内侧的储物盒 左手边这边没有设计的单独小抽屉 这边T字区的最下方 平时你不用关上的时候 是一个联维一体的感觉 然后这层板子打开 里面的储物空间还可以 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可以加一个手机无线充电 不知道能不能选装 现在这台展车是没有的 里面能看到一个Type-C接口 和一个12伏的点热器电源 后面是常规的两个杯架 刚才的说的这个操作端的系统 打开中央扶手 这个中央扶手的深度还可以 然后里面有一个Type-C的接口 这个里面可能看不太到 然后这边就是手套箱了 手套箱的容量还不错 包括这个容物的沉电 这里单独的眼镜盒 这种设计我跟你说 其实是很有用的 因为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多车不给眼镜盒 你的眼镜就没有地方放 再把这辆板打开 给大家看一眼就好了 主副驾都是有单独的 这辆板和照明灯的 这就是前排的大致的情况 我觉得整个设计语言 确实还是比较讨 讨这个男性消费者的欢心 走 再去后排看一眼 第二排这个整体坐姿 一下被拖起来特别高的感觉 这个视野很好 是一个典型的剧院式的设计 这台车是5加27座的SUV 实际上你平时用大部分时间 都是一个五座的状态 你可以把这个座椅调到最后 就是我现在这样 我的腿部空间差不多是两拳左右 这坐垫有点短 前面这个位置是悬空的 但是高度我觉得很合适 这边一个中央扶手 然后打开一左一右两个杯架 这边是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小的橱盒 以及一个小的抽屉 加上两个Type-C的接口 觉得奔驰目前的新一代车型 在充电电源这个细节上 全都是已经是普及了Type-C了 这点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上面分体式的全景天窗 这个就是你在99%的时间内 第二排的情况 现在我们把这个座椅 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调节 你的下边的位置 有一个拉手 来调这个座椅的靠背角度 看看最前 这是最前 这个显然不是正常的坐姿 这个就是最后了 我调一个比较适中的角度 然后把腿部空间调到一旋左右 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去看一眼第三排的乘坐 这中间是有一个小股包的 我们看看这个车5加2是一个什么状态 来 现在进第三排 首先把第二排座椅 肩部这个扳手一拉 然后往前一推就好了 能看到车身尺寸的关系 这个开口是稍微小一点的 我这样的身材问题不大 如果你比我胖 有点够强 来 看看我上 第三排很显然 奔驰把它定位为5加2的SUV 还是比较明智的 它没有说我是一个大七座的SUV 这台车90%的时间 你是五座的状态 逢天过节或者朋友聚会什么的 它是一个七座的应急 第三排呢 我坐头发有一点点蹭顶横 腿部呢正好是能容得下我的尺寸 这个坐垫的高度也不高 坐垫长度倒还是不错 中间有两个背架 两侧是除盒和Type-C的接口 有一点特别好 它的第三排是有儿童安全座椅接口的 所以你们家如果有两个宝宝的话 这辆车倒是可以胜任 而且这个ISOFIX的接口是直接暴露在外的 你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会非常的方便 目前还没有上市 2019年11月底会公布正式的价格 我觉得如果价格合理的话 它的前景会非常的不错 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 需要这种大部分时间是五座的状态 应急时候能给我第三排两个座椅来用 这种车型不是特别大 平时开起来不是特别笨重 而应急的时候呢 它的第三排座椅也能帮我解决燃眉之急的问题 这样的车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的 这就是今天2019广州车展 奔驰展台全新的GLB 感谢收看 我是老虎 下次聊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